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南威尔士州前州长格拉迪斯·贝瑞吉克连对该州的反腐败监察机构的一项腐败调查结果提出上诉 但最终败诉 2023年6月 西南威尔士州反腐败独立委员会ICAC发布报告 认定贝瑞吉克连女士参与了严重的腐败行为 原因是贝瑞吉克连女士与WagaWaga前议员达利尔·马奎尔之间存在秘密关系 ICAC裁定她的腐败行为包括她担任了一个内阁委员会的委员 而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马奎尔为其选区争取的数百万澳元的资金安排 该委员会并未建议对贝瑞吉克连女士提起刑事指控 但认定两人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 贝瑞吉克连女士及其法律团队对调查结果和报告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但上诉法院驳回了此案 法院维持调查结果 即认定这位新州自由党前领袖的秘密恋情违背了公众对她的信任 贝瑞吉克连一直拒绝接受ICAC的调查结果 便称自己一直在为公众利益而努力工作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副总统贺锦利分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杰米·内塔尼亚胡 这是内塔尼亚胡四年来首次访问白宫 拜登与贺锦利都敦促在加沙停火 贺锦利在会后的评论中表达了她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承诺 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加沙苦难的担忧 她说现在是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而且要以以色列安全所有人之获释的方式结束 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结束了 巴勒斯坦人民可以行使其自由尊严和自觉的权利 正如刚刚告诉内塔尼亚胡总统那样 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 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日在佛罗里达州会见前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曾表示战争太过分 并且持续太久 Non-publishing 聘用的记者 包括了报道巴黎奥运会的工会成员 在拒绝了管理层提出的修订后的企业谈判协议之后 于今天开始了为期五天的罢工 来自悉尼先驱城报 时代报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布里斯班时报和西澳洲的媒体娱乐和艺术联盟的成员 从上午11点开始罢工 在长达数月的谈判之后 工会成员投票拒绝了公司的最新提议 称其未能包括公平的加薪 也未能跟上生活成本的增长 而公司方面回应说 他承认工会采取罢工行动的权利 但认为重返谈判桌是推进企业谈判协议的最佳方式 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 公司对尽早恢复真诚谈判持开放态度 该公司还坚持称 巴黎奥运会报道 不会受到罢工影响 好了 感谢收听本期的SBS新闻快报 在任何播客平台搜索新闻快报 点击订阅 开启消息提醒 即可了解澳洲国内外新闻及社区信息